因为一开始要告诉您又发生了严重霸凌事件 新竹市某高中夜间部的一名女学生 因为怀疑另外一名某国中女生抢了她的男朋友 找来一群同学在校外围殴 这名国中生围殴这名国中生 这个手段是相当的粗暴 这段集体霸凌的过程影像被上传到了网络 引发了各界的震惊与议论 虽然两方已经私下和解 但是新竹市政府今天特别举行的专案会议 市长许明才指示警方要严办 目前新竹市警局已经陆续约谈的涉案学生 全案并且移送到少林法庭来处理 这个严重的集体霸凌事件 也引发了马总统的关切 要求各部会要积极介入 因为被怀疑抢了别人的男朋友 画面中这名国中女生 被某所高中夜间部的好几个女学生包围 过程中只见她被脚踹 甩巴掌就连过肩摔都来 隔天受害学生家长 向校方反映 校方立即通报当地派出所 打她的小孩子可能知道我们学校很关心 所以就叫她自家和解这样子 就是说就跟她讲自家不可以讲 可能我们学生也是想说 自己就是说觉得希望不要事情扩大 所以她就我们这边的这个被打的学生 她就希望说赶快和解这样子 据了解双方已经以3600块私下达成和解 但霸凌影像曝光后新竹市政府今天特别举行专案会议 教育处表示市警局已经陆续约谈涉案学生 全案必移送少年法庭处理 因为那时候通报的时候没有这些录影带 所以仅只是那个什么 消防根据 根据那个什么 当事人的说辞 所以我们现在在检视这些录影带 然后一一的过滤看周围还有什么人 我们警方也都 目前都在一一传询当中 针对涉嫌集体霸凌的女学生 校方下周三将召开讲诚会进行惩处 但人本基金会指出 学生把欺负人当作乐趣 还把影片放上网路炫耀 显示我们的教育出了大问题 如果只用记过要他们负起责任 不但没有用学生也没有办法真正面对错误 剑小慧 阮瑞文 陈兴隆 新竹报道 还有医院也传出了采购弊案 三家属立医院包括了基隆桃源 和属立台北医院 因为劳务采购或者是医疗器材采购 有徒利特定厂商的嫌疑 昨天晚上遭到检察官同步搜索 经过漏页征讯 医管会执行长黄坤章 属立基隆医院院长李元芳 以及属立台北医院的副院长王炯郎 三个人因为涉嫌重大 遭到检方申请羁押 为了侦查这起庞大的医疗采购弊案 桃源地检署25号编分多路 出动20多位检察官 来到桃源属立医院等79个处所进行搜索 检教在搜证时查出 业者为了求顺利得标 一次透过白手套贿赂多家属立医院 包括医管会执行长黄坤章 属立基隆医院院长李元芳 以及属立台北医院副院长王炯郎等三人 是案和厂商有不当资金往来 而在听闻消息后前卫生署长杨志良表示 并不意外 避案其实早已存在是一届的地雷 不是以前就提过有地雷吗 所以还是听检教 这个我们本来就有交给这个政风单位 那么我们不能只有听到耳闻吗 那最后当然是检教单位的证据 传说避案的包括 属立桃源医院健检中心4亿元的劳务采购 属立台北医院700万元全自动深化检验器材 以及属立基隆医院2.3亿元的新血管检验器材 检教也发现 业者还疑似福报器材价格 以下资品交货 而针对毕案 卫生署长邱文达表示 会配合检调单位 偷上全力改革弊端 将来我们会全力来做这个属立医院的改革 还有这个努力 那因为我想这方面是我下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虽然黄昆章 李源芳以及王炯郎 都否认介入属立医院采购案 但三人中午仍被检方申请羁押 而试案的相关业者则继续征讯中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